第一卷第七十八章 英雄到底是甚麼呢? 很早以前我對英雄的定義是很宏大的 英雄應該是無私忘我不辭艱辛 為了人民的利益英勇奮鬥令人敬佩的那個人 但事實上對於英雄的定義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抽獎 英雄就是被公安部授予二級英雄獎章和證書 以及被追捧的掌聲和線巴 還有我警服上一級警司的警銜 在很多場先進事職報告巡港會上 我向各級公安系統的同事一次又一次講述我自己英勇的事職 是怎樣被無憾成為兇手 又是怎樣沉著冷靜抽獅摸檢 而且堅定不移地和兇手鬥爭 最後又是怎樣正義想然地情姦除惡 當然,這個故事裡沒有警誠 沒錯,我始終認為我在講故事 而且還是另一個人的故事 只不過故事當中的英雄現在淪為了被承知迂法的兇手 就在罪光燈和媒體的圈染下 我成為了警方和民眾心目中認可的英雄 我的名字前面居上出現了修飾詞 罪惡黑聲秦文斌 和我一樣經歷的還有蘇錦和陸宇程 他們因為參與和徵破案件有功 所以官復原職 而我也終於被調離了110報警指揮中心 和蘇錦一起調進了公安廳刑事偵察局 我帶著英雄的光環成為了眾人瓦裡受尊重的那個人 我和蘇錦還有同事一起破獲了很多重大的刑事案件 漸漸地我在警戒也暫露頭角 就好像蘇錦那樣被譽為是另一顆升起的新星 但這一切並沒有令我獲得絲毫的優越感 繁忙而有艱鉅的工作 令我開始懷念在報警中心的日子 其實我知道我自己只是懷念過去 距離和景城分開已經有758天 我很掛念他 特別是那個變了季節的陰月天 當我肩膀隱隱作痛的時候 這種思念就越來越深刻 我猜他應該能夠見到我的 畢竟我出現在媒體上的時間很多 每一次破獲的大案 我都會被推到罪光燈前面 接受讚許和掌聲 我變成了他想見到的那個英雄 他將自己變成了受人唾棄的怪物 換來了一個信仰堅定、勞不可取的我 這是支撐我堅持持著我的信念 我時刻警惕著任何一個陰暗角落當中潛藏的罪惡 他應該很高興見到你現在這樣的 黑部長說得對 英雄其實是一種信仰 誰成為英雄並不重要 只要這種信仰能夠一直存在 這樣他的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陸雨晴把詩檢報告交給我 我看了看他放在辦公室旁邊的香水百合 每一次我來到這裡 這朵花都盛開著 這種是他思念那個人的方式 不知道是默契還是有意的迴避 這兩年我們互相之間再都沒有提過他的名字 我今天開始邀連假 刑政隊的事暫時交由其他同事負責 今天過來 除了拿一份報告 順便告訴你 連假? 陸雨晴點了一支煙 他笑著打量著我和蘇錦 不會是提前去動物月吧? 蘇錦笑了 你想去哪裡? 這兩年一直忙於各種各樣的案件 我都沒有休息過 最近局裡沒有新案 所以就打算出來走走走走 要不你和我們一起去 陸雨晴問 去哪裡? 我答應過帶他去天空之鏡 我說一出口 我突然間有點後悔 好像任何事都和那個人多多少少有些聯繫 我們極力地想要迴避 但總是不經意地觸碰到 陸雨晴小笑 但這個笑容有點傷感 他坦騰的煙灰 然後插開話題地說 嗯哼 我手上估計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去不了了 你們玩得開心些 記得帶手信給我 正好 這個時候 蘇金的手機響起 他還在抱怨 明明說好 休假的這段時間要關機 心無旁態地休息一段時間 但等他接完這個電話之後 他的表情很快就形重起來 陸雨晴問 什麼? 技術科的同事告訴我 兩年前葉良悅空案當中的那個電話 剛剛通過GPS定位了手機的位置 我和陸雨晴即時大吃驚 這兩年以來 我一直用各種方法不為如力地追查著這個神秘的號碼 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明白葉良悅為什麼接到那個電話之後 突然之間會自殺 他的死迫使了我和景成成為了沒辦法洗脫的兇犯 但是如果不是景成選擇了另外一種承擔的話 現在我應該還在監獄裡面 我不是英雄 我只不過是民眾需要的一個英雄 而真正的英雄 就是因為那個神秘的電話 現在被世人所遺忘 但是奇怪的就是 這個電話自從打了給葉良悅之後 就離奇地消失了 以現在的認證技術 就算是關了機 都可以追查到手機的芯片 但是技術始終沒有辦法確定到手機的位置 沉寂了兩年之後 這個神秘的手機突然之間再次出現 我立即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我叫蘇錦 立即通知營證隊的同事 鎖定手機的位置 陸雨晴知道事關重大 他執意地要跟我們一起去 根據技術科那邊提供的定位座標 我們找到了在膠外一座廢棄的倉庫 警員包圍了倉庫之後 我和其他同事走進去 空曠的倉庫裡面佈滿灰塵 顯然這裡已經很久沒有人來過 裡面一片漆黑 電燈開關也失靈 我留下的警員拿著時間在這裡維修 我拿著電筒繼續向前搜索 定位設備顯示偵測到的手機 就在我們的附近 手機的光線難以令我們 對倉庫的全貌一目了然 蘇錦拿了手機 撥打了那個電話 憂傷的音樂鈴聲在倉庫的深處傳過來 我和其他警員立即拔出一支槍 全神貫注地慢慢靠近 漸漸發現 越向裡面就越乾淨 似乎是被人打掃過 而且清理得相當乾淨 蘇錦拉拉我的衣服 他一面驚惡地望向了我的後方 我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 所有的電筒光束 全部聚焦在倉庫最後的牆上 光亮當中 我看到一個陰森恐怖的童韃 用極其簡單的黑色線條 勾畫了一隻詭異的眼 黑色的瞳孔當中 傳來手機的靈星 那個好像是一隻充滿魔性的眼 正在審視著每一個跟他對視的人 蘇錦吸了電話 我們的視線在牆上面的眼圖 慢慢地移了下來 在圖案的正下方 是凹凸起伏的東西 被黑色的布遮掩著 我和蘇錦還有陸雨晴 走到這塊黑色布前面 我正打算伸手去抓 趙然之間 在電筒的光亮當中 我發現黑色布被細絲牽引 好像是某種的機關 而細絲的另一頭 就剛剛好連接著牆上面的手機 一個警員小心翼翼地爬到牆上面 拿起手機 我剛剛想要提醒的 但我說話還未出口 警員已經把手機拿在手裡 在他拉扯的那一瞬間 黑幕全部飄下來 同時四面八方的燈光 也都突然之間光亮起來 從不同的角度 聚焦在被黑布揭開的那樣東西身上 我們面前 紮時之間 被照得好像日頭一樣 當黑布跌下來的那一剎那 所有人全部都嚇到呆了在那裡 就算是日日和屍體打交道的陸雨晴 也都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驚叫 燈光當中 我看到一隻奇異真靈的空脈 它擁有著紅絲一樣的身軀 以及鋒利的獨爪 它的背上一對展開的黑色形 而最詭異的就是 這東西有一塊人的臉 而且還有一張極其漂亮的女人的臉 我向後退了幾步 仔細地打量著這個怪物 突然之間 我的手不經意地抖動一下 這個是斯芬克斯 埃及神話當中 最具智慧的邪惡怪物 很多人將它稱之為 屍身人面像 但是我估計 從來沒有人見過 用活人造成的斯芬克斯 我暫時都不清楚 到底用了多少具屍體 才可以完成這樣的雕塑 沒錯 我認為這是雕塑 就算是用屍體造成的 但是一點都看不出粗糙的地方 每一個細節 似乎都經過精雕細短 如果不是出現在這裡 我更加願意相信 這件是大師級別的藝術品 整個活人肢體拼湊而成的斯芬克斯 為妙為肖 許許如生 在燈光當中 我凌視著上面的人頭 這個人頭 有種隨時可以抹大雙眼的感覺 巡隊 在旁邊發現一封信 警員走到我身邊 用鉗取出信紙 上面一串毫無規律的數字和字母 蘇甘靜氣凌晨 冷靜地下達著命令 這個應該是空手留下的 立刻叫技術科 會同專家進行破譯 我領領頭拿出手機 拍了下信紙上面的內容 我跟著說 不用了 這個不是技術科和專家能夠破譯的 我凌轉身抱歉地對著蘇甘說 對不起 暫時恐怕不可以去天空之境了 蘇甘靜喊頭 我明白 這個惡性殺人案件必須盡快晶破 你不明白 我深深地吸一口氣 斯芬克斯圖案在上一次的空案當中出現 要追溯到七年之前 現在這個圖案和神秘的手機一起出現 這個已經不是一宗簡單的空案 蘇甘和陸雨晴面面相隨 他們根本都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走到倉庫外面 六天的餘暉正在快速燒退 陰暗的色調開始吞噬一齊 我移動著腳步 盡量令到最後的陽光照射我全身 我在這個之前 拍了一張照片 發了給黑楚紅 連同一起發出去的 還有一條四個字的短信 暗夜章字 拍攝 拍攝 歡 橙 大家都